弟兄姐妹早安 欢迎大家回到每日曙光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宽恕别人的过世 真言十九章第八到第十二节 得着智慧的爱惜自己的性命 保持明达的必得益处 作假见证的必难免受惩罚 突出谎言的终必灭亡 以为人生活实质是不相称的 何况奴仆管辖领袖呢 人的名会使他不轻易动怒 宽恕别人过世的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好像狮子的吼叫 他的恩宠如同草上的草路 弟兄姐妹 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就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究竟上帝的道路与一般人的道路 有什么的分别呢 最大的分别是上帝要我们 走在祂的道路上是分别为圣的道路 我们从万人从这世界分别出来 归向耶稣基督 归向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的心归向上帝 我们就走在上帝的道路 因此心是关键 当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的生命是怎样的 我们的心就会追求上帝的生命 真言是一群智慧人所写下的货 此处第八节他说 得朝智慧 爱惜生命 保守明达的必得益处 他说得朝智慧 言文智慧 爱其实就是指心 得朝心 爱惜生命 有多少人真的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有多少人真的懂得建立自己的生命呢 一个人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 就懂得建立自己的心 而心要在上帝里面建立 你才能经历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和好处 今天特别思想的发怒和宽恕 人为什么会发怒呢 大家都知道发怒伤害自己的心 每次发怒均破坏生命 但人为什么忍发怒呢 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 当遇到一些人一些的事情的时候 怒气就发作了 为什么呢 发怒不是我们畜生就有的 发怒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经历了受过了伤害 而我们对这些的伤害怀着不平 所以产生了愤怒 觉得呢 那些人对自己不起 伤害了自己 欺骗了自己 这一切的经验的累积成为我们内心的伤痕 而大部分人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怒气的累积是从小时候开始累积的 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影响到我们的心 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历 那根一直影响我们以后的反应 所以当我们经历差不多的事情或人物或处境 我们的怒气就爆发 因为怒气像种子在我们里面不停的累积 以致我们无法的控制 这怒气呢 令我们无法的宽恕人 因为我们的重点 放在对他们的不是 当我们的心放在对方的不是 我们怒气呢 就不断的增加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宽恕人 所以我们面对怒气 其实就是呢 面对自己 我们要认识 要知道我们的怒气的根源在哪里 往往经历很多的事以后 这颗引发点呢 将我们累积的怒气爆发出来 不是此事 真正令我们发怒 当我们只看到别人的不适 只看到别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无法的仔细我们的怒气 生命不断的受破坏 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受伤害 怎样从这发怒转获成宽恕呢 我们没有人能凭 意志改变我们的怒气 要宽恕 我们必须要看见自己 由看见自己开始 看见自己不比其他人好 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好 但思想在很多的处境里 我们何尝不是同样对别人不好 人对我们所做的 我们同样对人所做的相同的事 事实上呢 没有完全人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可能我们累积了很多父母对我们的不适 我们何尝不是同样的对人有很多的不适 因此的人说呢 当你有恶理 你才能够明白你的父母 因为我们犯了相同的错误 我们哪有资格去埋怨发怒呢 所以当我们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 将检讨 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 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生命 我们体会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同样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求宽恕 同样我们也要宽恕别人 弟兄姐妹 耶稣清楚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当我们真的宽恕别人 我们的生命就得到释放 因为认识到大家在上帝面前 都是罪人 无论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深爱的朋友 我们与他们都是罪人 宽恕是绝对是由上帝开始 因为上帝宽恕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 我再次说 是我们愿意或不愿意 当我们愿意踏出一步 这一步 上帝可以释放我们的生命 释放我们里面的怒气 当我们为自己祈求 为别人祈求 为别人祝福 我们整个的生命 在上帝里面全然就可以改变了 因为上帝的宽恕临到我们 我们的怒气就能够止息了 当我们经历到上帝 我们里面就有宽容 有满足 有着喜乐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散发出 上帝的光辉 哈利路亚就有快乐 哈利路亚 这是上帝的生命 我们多少都心里有寄存的怒气 心我们越发认识自己 越发现面对自己 面对上帝 尽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改变里面的状态 以致我们不知被愤怒 苦毒所撕裂 相反的被爱 被宽恕建立 使生命在上帝里面成为爱 成为上帝的荣耀 帮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来宽恕别人的过世 愿上帝的祸以祝福大家 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